在国道上有了一个惊险画面 一辆蓝色轿车停在了路间 男子是不断努力的 这样躺在地上的人进行CPR 原来这是一名30多岁的驾驶 他表示今天要载着爸爸到医院回诊 不过呢半途64岁的爸爸突然昏迷 结果呢他在紧急的状况之下 赶紧通报了国道警察 并且呢将这个车子慢慢的减速滑到了路边 把爸爸送到了博优路面上进行CPR 这个路段是在台南的麻豆交流道附近 大约在11点20分左右的时候回报 这一名患者呢已经恢复了心跳 在医院持续的诊治当中 发生这起意外国道警察也特别呼吁 用路人在行车的过程里面 如果遇到了乘客身体不舒服 应该要就近一下交流道竞速就医 如果情况真的是很紧急 要注意后方来车 渐进式的变换车道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 等待救援